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突然想要讲那个 夏代叔的角色 夏代叔的角色 你去想想那个北韩的总理 他不是不喜欢哪一个人 就叫那些人去杀那个人吗 那个夏代叔的角色就是这样 他叫两个儿子去杀小赖 然后他又叫媒体去攻击赖妈妈许律师他们 也叫了中简去攻击他们 所以这些人都是他利用的角色 他是一个主谋 所以你们如果这样子看的话 你就比较清楚 他是主谋 然后他叫这些人去伤害赖妈妈 去伤害就是他们他会一直叫这些人 就是一批一批这样子攻击你 让你筋疲力 在不正常的家庭也是这样 父母好像是国王一样 他会就一直攻击你 然后利用你的弟兄姊妹来攻击你 利用亲戚朋友来攻击你 他们就是这样子操作 因为夏代书就是想要得到那些财产 你们大家也知道 所以他就是他想要得到什么 然后利用别人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所以像这种关系就是会有掌控 你看夏代书不是掌控的媒体 掌控的这些舆论吗 掌控还有谎言 有时候谎言是半真半假的谎言 也是谎言 这是就是这样子操作 然后就是好像他说 小赖根本不关心那些财产 这个都是谎言吗 或者是就是在这个操作 一定会有很多谎言 而且是半真半假 就是视视而非 这些一大堆谎言 还有我再想看看 还有他一个作用就是 我一直看见一个八爪的章鱼 他就是把你困住 让你觉得很无助 因为你做什么都不行 所以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所以让你有这种无助的感 所以我如果想到什么 再跟你们分享 我最近也有看过 就是跟那个自恋型人格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们会有这些 做这些事 所以我是想跟大家讲说 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 所以这个有点是邪灵在操作 所以神已经得胜了 神说我们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你们 我不反对你们去游行 什么我觉得这样很好 因为你们也是要有一些表示 对不对 我也是 就是要我们也要伸张正义 就是我们也要 就是替赖妈妈抱不平 所以我是跟你们讲 他们是就是跟你们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也许大家也有同感 或者是你们自己也有不同的 不同的领受 好谢谢大家 所以我们来感谢神 神啊 我求你在这上是 你已经得胜有余 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中 得胜有余 感谢神赞美神 神求你 你的工作在 伸张正义这方面 已经得胜有余 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